《环球时报》特约记者李靖,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月报道,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,当天提出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的条件。 有评论称,这是美国首次明确表示,要延缓从叙撤军。 据报道,博尔顿在访问以色列士表示,当美国打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,在叙利亚的残余势力,同时,土耳其保证,会维护美国盟友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安全后,才会撤军。 美国没有撤军时间表,但也不会永远待在叙利亚我们想达成一些目标,达成后就能撤军。 他说道,博尔顿7日访问土耳其时,将向土总统埃尔多安寻求相关保证,土耳其不该采取和美国不一致的,为或美国同意的军事行动。 特朗普总统不允许土耳其杀害,跟我们并肩作战的库尔德士兵。 他说,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2月宣布,美国已经打败伊斯兰国,计划从叙利亚撤出2000名美军。 从那之后,叙利亚成为各方叙利的解除场,土耳其、以色列等,都加强了再续的活动。 中东报称,叙利亚人民保护部队指挥关西班赫姆将军向俄罗斯和叙利亚提出,可以将其位于叙利亚和土耳其边界的占领区,移交给叙利亚政府,前提是当马逊格承认当地自治,而俄罗斯作为担保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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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